首先来看一下我们后面这12天的所要学习的内容 首先是第一部分基础知识 这部分内容呢我们会学习 比如说爬上的概念 爬上的分类 以及爬上的工作原理 工作流程 那么直到这一部分内容之内容之后呢 我们在中间还会和大家一起来复习 http https 相关的知识 以及字符串相关的知识 都会带大家一起复习 那么在复习完这部分内容之后呢 我们会学习request这个模块 通过这个模块呢 我们能够会去使用request这个对应的方法呢 去发送请求获取响应 那获取完响应之后呢 自然而然的 我们就需要去从这个响应中提取我们想的数据了 对吧 所以说第三部分呢 我们会学习数据提取方法 那么在前三个部分 我们重点会面对的是静态的这种html页面 所以在第四部分呢 我们会从动态的html页面中提取我们想的数据 那这个时候就有这样一个问题 什么是静态的html页面 什么是动态的html页面呢 什么是静态的 什么是动态的html页面 这个问题大家应该之前在前端 flask箱口里面都有遇到过吧 那什么样的叫动态的 什么样叫静态的呢 是不是根据阴面上的内容 是否是通过gs加载上去的 我们把阴面分为动态的和静态的 是吧 如果说我们想的数据是通过gs 再上去的话 那就是一个动态的 如果说本来就在这个URG跟他想要里面 不是通过gs加载上去的 那就是一个静态的全方页面 对不对 那所以说在第四部分的时候呢 如果说遇到某些数据是通过gs 后期把数据渲设上去的 比如说重新发送一次阿甲克斯请求 或者说使用了其他的一些gs的技术 比如说gs的框架 然后实现了数据的展示或者生成或者展示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我们也是有对的方法去提取上面的数据的 在学习完前面这四部分内容之后呢 我们会来学习MangoDB 我们又把MangoDB放到这上面去 MangoDB呢是这样一个数据库对吧 然后呢前面我们提取到数据 我们自然而然的就是要把这个数据呢 存到数据库里面去 所以在前面差不多五个部分 我们会把我们常见的这个 关于爬上的相关知识呢 都给大家讲到 那讲到之后呢 我们会来学习Scrapy以及Scrapy Redis 这两个Python里面重量级的爬虫框架 虽然在前面的知识里面呢 我们已经能够去手中的去写一个爬虫 或者完成一个爬虫 那只不过这个时候呢 可能我们写的这个爬虫不够快 或者不够强大 或者很多细节点呢 我们还要自己手中去写 非常的麻烦 那通过这个框架呢 我们能够让我们爬虫变得更快一些 或者我们写爬虫变得更easy一些 导到这样一个目的 那这呢就是我们后续会学习的内容 那么首先呢 从基础知识开始 从基础知识开始呢 这一部分内容呢 我们是第一点第二点和第三点 是属于我们基础知识这一部分内容 那么之后呢 我们会学习Request这个模式的使用 那么第一部分呢 这个Feed的这样一个软件呢 我们放到稍微后面一些去讲 它是一个帮助我们去抓包的一个软件 那么在前面呢 我们有很多其他方法去抓包 那么关于抓包这个概念呢 我们等一下就会遇到了 那么首先呢 我们从爬虫的基础知识开始 首先是它的这样一个应用场景 包括概念分类以及工作流程 那其中呢 这个工作流程呢 是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那么 首先来说第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应用场景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爬虫 我们学爬虫能干什么 在当前呢 有一个非常火的词 叫人工智能 对吧 那么在人工智能之前呢 也有一个非常火的词 叫大数据 对吧 那么大数据的时候呢 我们相当于需要从大量的 或者海量的数据里面 去寻找那些 我们感兴趣的 认为非常重要的价值点 那么在人工智能 在当下这个时代呢 也是一样 我们希望从大量的 已有的 现有的数据里面 去寻找某些规律和结论 为后续的我们的决策 提供一些技术上的支持 其实都差不多 它们都是需要有大量的数据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 这些数据都是从哪个地方来的呢 对吧 我们都非常清楚 像这种微博呀 或者说是百度呀 或者腾讯 或者阿里 他们有非常大的用户量 他们有这么大的用户量 他们这些用户呢 能够在他们平台上面 去发一些东西 然后呢 他们自然而然的就有了 自己这些用户上的这些数据 对吧 那比如说呢 微博呢 他就拿着他自己用户 在他微博平台上面 发的这些数据呢 做了这样一个指数网站 这个指数网站呢 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见过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指数网站 微指数 数据盛点 我们点一下他 点没反应呢 在这个地方哈 大家看一下 他这里展示 通过这种图表的形式呢 展现了一个词语 什么词语呢 就是2017数据盛点 这个词 在从12月7号一直到今天 在微博上出现的这样一个热度 或者说做了一个统计 这个统计的数量呢 通过这样一个图表的形式呢 呈现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20 在这一天 12月14号这一天 关于2017数据盛点 这个关键词呢 在微博上面达到了最高点 在这一天呢 肯定是发生了某些事情 然后关于这个关键词的一些事情 发生了 对不对 才会导致他在这一天 在微博上面的 这样一个出现的次数 如此之高 对不对 那么之后呢 在这一天 这个天呢 都有一个小范围的上涨 但是都没有 12月14号这天高 对吧 那比如说在我们课线上面呢 我们截的图是 5月 6月份的 这样一个NBA总决赛的 这样一个 在微博上出现的一个 这样一个趋势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6月13号这一天 NBA总决赛 它出现的次数如此之高 那肯定是在6月13号的时候 有一场 NBA NBA的总决赛 在这个地方出现了 对不对 它能够 像微博这种平台呢 它能够拿着这些用户的数据呢 来做这些事情 我们可以在上面输任何 我们想输的这个关键词 然后呢选择日期 然后呢可以查看 这些词语在 微博的某一段时间内的 一个热度 这些数据分析的 这个工作呢 是非常简单的 对于微博来说 那除此 除了微博之外呢 其实还有像 安理啊 百度啊 360啊 腾讯啊 他们都有自己的指数平台 他们都可以 借助他们自己的用户 在自己的平台上面 产生数据呢 进行数据分析 然后呢 或者说对外提供 这样一些接口 让他们去使用 但是呢 还有另外一部分公司 就后续呢 我们可能会去的 这种中小型的这种公司 他们可能自己并没有 如此庞大用户量 那这个时候 他们想要有数据 他们想要去通过 对应的数据呢 得出一些 进行数据分析 或者简单的 就是想把数据呢 呈现在自己的网站上面 他们该如何获取数据呢 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现在 通过爬虫要做的事情 毫无疑问 我们肯定对于拿到这些数据的话呢 我们是可以通过 爬虫去爬的 对吧 那通过爬虫去爬 是一种方式 那除了通过爬虫去爬之外呢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 其他途径 可以汇取到数据 比如说呢 我们有很多的这种 官方的网站 这种网站上面呢 有一些免费的数据 我们可以自动去下载 那比如说呢 国家的统计局 或者气象局 或者公检法 这些机关单位呢 他们都有一些网站 这些网站上面的数据呢 我们都是可以下载的 那只不过很多时候呢 我们去使用鼠标去 控制C控制V 或者是点击下载 这个过程呢很麻烦 对吧 那这会儿呢 我们可以想办法 我们也可以通过程序去 自动的帮助我们去 下载这些数据 对吧 那么其实这个程序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 叫为一个爬虫 对吧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花钱去买 对不对 从别人家的公司 那个地方 比如说从微博这个地方 微博假设它卖出去的话 或者淘宝 如果它卖出去的话 可以从淘宝那买 微博这买 对不对 也是一种途径 那只不过很多时候呢 像微博淘宝这种公司 我觉得它应该不会去 卖这些数据 对吧 也非常好理解 因为这些数据 才是他们这个公司的 核心价值所在了 如果他把这些数据都卖了 那说不定立马 就会有第二个淘宝 第二个微博了 对不对 所以他们肯定不会卖 这些东西的 那当然也是有的 比如说之前有很多同学 他们毕业之后呢 就去了这种公司 这种公司 专门去写爬虫 去爬数据 那爬的数据 他们自己也不用 他们就卖给第三方 做这种事情也是有的 那么别人要什么样数据 他们就去爬什么样数据 那么可能有的同学呢 他去了公司呢 就是比如说金融相关的 那么可能他天天就爬的是 金融相关的数据 给客户提供的 也是金融相关的数据 那可能还有一些 其他的方面的 比如说 我刚刚所说的 公检法那一块的数据 比如说 关于某个企业被 这个 告了多少次 对不对 罚款多少元 或者说是被警告多少次 等等这些数据呢 他们都是可以通过爬虫 去政府的网站上面去抓到的 只不过这个网站的 可能数据比较多 因为 比如说 现在是国家级别的 对不对 国家级别下面可能有 省级 省级下面有市级 对吧 然后呢 全国范围内 各种各样的公司 他全部都可以抓一遍 抓一遍之后呢 那就有非常非常大的用户了 就非常大的数据了 他都可以把这些数据呢 去呈现给 或者卖给我们的需要的人 这种方式 那么刚刚所说的 我们通过这些途径 去获取数据 其实非常多的时候呢 我们通过人力 去做这些事情呢 其实非常非常麻烦的 所以说呢 我们在更多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通过一种 自动化的程序 来帮助我们去 获取这些数据 这就是我们旁边要做的事情 不光是从 非常简单的页面上拿数据 而且也要从 我们 非常熟悉的网站上 或者说 非常大量的网站上 或者说仅仅是去 实验一个下载这样一个功能 比如说他 网站上面有一个Excel Excel里面 包含了很多数据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程序呢 去把这个Excel下来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 扒冲可以做的事情 反正是 只要和数据相关的内容 只要是我们可以 通过手去点击 我们的客户端 点击我们的暗信 做的事情呢 我们的扒冲呢 都可以来帮助我们 来做这个事情 对应的呢 就是去获取 对应的数据 那么刚刚 在讲这个微博的 微指数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 他们把这个数据呢 拿到了 然后呢 通过相关一些方法和手段 画出了一个图表出来 对吧 画这个图表出来 就是这样一个折线图 那这种东西呢 我们在后面的数据分析里面 也会接受到 他其实就对这些数据呢 做了一些分析 然后呢 把和这个词语相关的 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 然后呢 就给呈现出来了 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 我们经常在爬中里面 拿到数据之后呢 会进行数据分析 然后呢 希望从分析的结果里面呢 找一些 有价值的 有规律的点出来 然后呢 给别人用 或给自己用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 那还有另外一个方面 可能我们会做了 更加直接一些 怎么直接呢 就比如说 这里的两个例子 我们想把我们爬中 爬到的数据呢 直接呈现出来 这里有这样两个例子 我们先来看一下 首先是关于百度新闻的 百度新闻这个例子 大家之前有接触过吗 或者有上过百度新闻吗 没有是吗 我们去看一下 60.百度 我们都非常清楚 其实百度呢 它并不是一个 专门做新闻的公司 对吧 那它为什么会有 这样一个新闻网站呢 说不定百度 它连自己的 这个记者都没有 它更不能有这种 新闻的数据了 对不对 那这些百度上面的 新闻的数据 都是从哪个地方来的呢 我们可以点几个进去看一下 这个 CCTV对吧 这个 人民网对吧 我们再点 也是人民网的 点这个 这是中国新闻网 对不对 中国新闻网 我们再点 其他点 点几个看看 这是环球网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 这个新闻比较有意思 摆脱图形验证码的恐惧 今年八成火热票 无需验证码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想办法 通过我们的爬中 去爬一下 对不对 它没有验证码 那更简单的 对不对 好 回到刚刚我们这个 百度新闻 这个话题上面来 大家可以看到 百度新闻上面 几乎所有的新闻数据呢 都不是他自己网站的 而是他 重新的 重新向到了 其他的网站上面 说明在百度新闻上面 他承认的数据呢 其实全部都是 其他网站上的数据 对不对 那这些 其他网站上的数据 百度他肯定是通过 某种方式 去把它收集过来了 然后呢 把它放到自己网站上面 他是通过 人力来做的嘛 肯定不会是 对吧 这个新闻 每天都有新的新闻出来 每天呢 都会有 新的东西 要放到这个页面上 不同的网站 每天更新的内容 也不一样 对不对 如果通过人力的话呢 我相信这个国内的 新闻网站呢 肯定是非常非常多的 放过来的话呢 肯定是 得找很多很多人 那这个时候 他通过什么方式 来实现的 这样一个功能呢 大家肯定可以猜到 他可以通过爬虫 对不对 那百度的爬虫 是什么呢 百度的爬虫 是什么呀 大家之前也了解过吗 就是百度的四桌引擎 大家知道吗 百度的四桌引擎 它其实是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爬虫 它会不停的去爬取 整个互联网上 所有的网站 那么爬到所有网站之后呢 才能够让我们在百度里面 输入相关的内容的时候 相关的文字的时候呢 才能够出来 和这个文字相关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输入一个 Python 它能够把整个互联网上 所有和Python相关的内容呢 全部的呈现在 在这里 有的在第一页 有的在第二页 有的在这些实页 可能实页后面还有 对吧 它肯定是通过一个程序 通过它的四桌引擎 把这些数据呢 爬下来之后呢 存到自己的数据库里面 然后呢 它如果要实现一个 百度的新闻这张网站的话呢 其实也是非常容易的 它只需要从这些 它爬到数据里面 把新闻相关内容 把它给筛选出来 筛选出来之后呢 把这些数据呢 放到这个页面上 其实就可以了 你解吗 这相当于就是百度的爬虫 百度的搜索引擎 来做这个事情 那么这是一个例子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呢 是我自己之前所在的公司 它做了一个音乐的APP 就类似我们经常用的网易云 或者说是QQ音乐一样 这个APP刚实现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不管是iOS还是安卓也好 它下面把它框架搭起来之后 其实中间是什么内容都没有的 比如说没有播放列表 也没有歌 对吧 那这个时候肯定不能够 把这样一个APP呢 就给别人去用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 想办法去找一些播放列表 也找一些歌过来 对不对 而且找到这些播放列表 这些歌呢 不能是自己手中 人工去创建的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 我去创建这样播放列表 这样歌当然是可以的 那只不过呢 都是我根据自己的品味 来创建的 可能别人并不喜欢 对吧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去找一些 非常厉害的 非常牛逼的人 这些人 他们创建的播放列表 创建的播放列表 已经包含了歌 对不对 因为这些播放列表 已经有很多人在听了 听了之后呢 也播放次数呢 非常非常高的 这种播放列表 对吧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公司老板就交给了我 一堆这种网站 然后呢 要去爬这些网站上面 这个播放次数 或者下载次数 比较高的 这样的播放列表 以及播放列表 对那歌 把它爬下来 那爬下来之后呢 就把它存到数据库里面 那存到数据库里面之后呢 到时候 我们只需要在我们的 APP里面 或者说是网站下面 去读一下数据库里面的内容 做一下呈现就好了 那所以说呢 这里给大家举的两个例子 这两个例子都很像 怎么很像呢 就是爬虫 把爬到内容呢 直接呈现在了 自己的APP也好 网站也好 做了这样的呈现 那前面给大家看到这个例子呢 这个地方 微指数这个例子呢 如果说有一天 我们想要做个 跟微指数一样的网站 我们也是一样的 我们只需要把数据爬到 然后呢 通过数据分析相关的方法 就可以把这些数据呢 呈现在这个页面上来了 它能做的是这样一个 做了这样一个数据分析 以及数据的展示 对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给大家举 这两个例子 也主要是给大家讲 我们爬虫 爬到数据的主要两个用途 第一个就是直接呈现 第二个 进行数据分析 或者说是数据的 呃 或者说进行机器学习 相关的工作 都是可以的 这是 学爬虫能干什么 这个时候 大家应该有一些概念 或者有一些印象 在自己的脑海中 对吧 所以说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看一下 关于爬虫的一个定义 看完爬虫定义之后呢 我们相信大家对爬虫的认识呢 应该能够更深入一步 爬虫呢 叫做网络蜘蛛 网络蜘蛛 我们经常把爬虫叫做spider 对吧 因为它就是叫 它名字就叫网络蜘蛛 对不对 很多时候呢 我们没有把它取名为cut dog 而把它叫spider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对吧 然后呢 它一叫网络机器人 后面这一句非常关键 我们来看一下 模拟客户端发送网络请求 接受请求响应 模拟客户端发送网络请求 接受请求响应 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什么叫模拟呀 就是照着做 听见吧 客户端发送网络请求 能拿到数据 那如果说 我们的爬虫 去照着客户端 一模一样的去发送一个请求 对应的 它应该也是能够拿到 一模一样的数据的 这个可以理解吗 那比如说 在这个页面上 我们浏览器 发送news.by.com 这个URG的请求 它肯定是在 肯定是带来一些 其他参数的 我们只是 此时此刻看不见 比如带来一些cookie 或者带来一些headers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它拿到对应的数据 那如果说 我们的爬虫 去照着这种浏览器 去做一件 一模一样的事情 发送关于这个地址 发送也发送 这个URG的请求 然后呢 也带上一样的cookie 或者说是 一样的headers 那肯定也是一样 能拿到和这个浏览器 拿到的 一模一样的数据 这就是模拟的意思 就 所以说通过这里 大家也能够看出来 我们能拿到数据 是什么样子的数据呢 是我们在客户端 或者说我们在浏览器上面 能看到的数据 那这个时候 有这样一个问题 那之前呢 有同学在问我 就比如说 我能不能通过爬虫 去爬取一下 这个斗鱼平台上 哪些用 真实的用户数量 这可以爬到吗 比如说 斗鱼平台 斗鱼直播上 有很多直播 对不对 这一场直播 可能当前晚上的时候呢 有一千个人在看 一千万个人在看 那可能里面 很多一部分的 就机器人 是假的 对不对 那就是说 我能不能通过爬虫 去爬一些 去爬到它里面 到底有哪些 是真的 哪些是假的呢 是爬不到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做的事情 就是模拟油暖器 来发送请求 油暖器 我们在油暖器上面看到 我们在客户端上面看到 上面这个房间 观看人数是一千万 那我们爬到人数 就是一千万 我们没有办法 爬到那些 是真实的 哪些是假的 对吧 可以理解吗 浏览器 或者客户端上面 看到是什么样子的 原则上 我们就只能拿到 这个样子 那如果我们要拿到 这样子的数据的话呢 往往还需要做一些 其他的操作 比如说 去模仿一下浏览器 可以模仿得更像一些 这个时候呢 对方服务器 才会认为 我们是一个浏览器 或者是一个正常的客户端 而不会把我们 认为一个爬虫 按照一定的规则 自动的抓取 互联网新的程序 这个地方 有一个规则 自动的 还有程序 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 应该是非常好理解的 这规则 比如说 老板说 让我们去抓 这个播放列表 抓歌曲 对不对 你就不应该抓新闻 不应该抓段子 不应该抓小说 对吧 我们要什么数据 我们才去抓什么数据 比如说对百度新闻 来说也是一样的 百度的数据 已经抓了很多 很多的数据 那么呈现在这个 网站上的时候呢 他们肯定也是要经过 非常非常多的筛选 对不对 筛选完之后呢 才会把这些数据呢 呈现在上面来 他宁可 把这条数据呢 判断成 无视新闻的数据 也不能把这条数据 也不能把一条 无视新闻的数据 判断成了一条新闻数据 能够理解吗 因为如果说一旦 他把一个段子 或者一个笑话 一个小说 判断出来 这好像是个新闻 然后呈现出来之后呢 肯定会有人 会有很多人会 嘲讽一下百度 对吧 肯定会有的 后面自动的 这个程序应该非常好理解 没什么好说的 那么所以说呢 在这个下面 有这样一句话 只要流浪器人做了事情 原则上 我们爬虫都可以做 这个原则上是什么意思呢 理论上是可以做的 对不对 那只不过 有的网站做起来 可能要困难一些 有的网站呢 做起来可能要简单一些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前面我们也讲了 我们在学习完这样一个 十二天的课程之后呢 我们能够 去解决80% 90%我们团的网站 也是一样的 那么 还有10% 20%的网站呢 可能我们 一方面 这个网站确实很难 对吧 另外一方面呢 它用到一些方法呢 可能我们 在后续工作中 可能还是都不会用的 或者说 就算我们把这些网站 把它给 花了半年时间 把它给怼出来了 怼出完了之后呢 我们去找工作 发现在工作中又不用 相当于时间又浪费了 对不对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在上课给大家讲的呢 都是一些非常通用的方法 和技能 通过这些通用的方法 和技能呢 就能 已经能够解决我们 80%的问题了 就这个样子 这是关于 爬伦这样一个定义 那知道这个爬伦定义之后呢 当然我个人认为呢 可能大家对这个 爬伦认识呢 还是不够全面 现在不是有一句话 非常游行吗 是吧 叫做 贫穷限制我的想象 对不对 那很多时候呢 写代码也是一样 我们认为这个代码 不可以这样写 是因为我们没有见过 别人这样写过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觉得对爬伦的概念 这一块呢 也是需要打开一下 大家的思路 让大家看看 我们爬伦都能做什么 所以在这里呢 除了前面的爬伦用途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 爬伦的更多用途 我们先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点 12306抢票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新闻 对不对 好像没有验证码的 我们去看一下12306 12306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地址栏里面 输入12306这个网址之后 浏览器是干净什么事情啊 浏览器是干净什么事情 是不是发送了关于 这个幼儿子的请求 然后对应这个页面上的 这种RTML的字符串啊 那么当我们点击一下 预票查询这个按钮 当我们在那点一下 浏览器是不是也重新的 发送我们一次请求呀 那比如说我在这里呢 我们把这个这些信息的勾选上 我们选个日期 选个31号 当我们点一下查询这个按钮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浏览器干净什么事情啊 也是一样的 发送请求对不对 那只不过这个请求呢 可能它带了一些参数对吧 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 发送这个请求 它这个内容呢 本身的优压器是没有变的 而且呢 前面这部分内容 也是没有变的对不对 只有下面这份内容 好像增加了 这是什么技术呀 阿甲克斯对不对 实现这个页面的局部刷新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当我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对应的肯定浏览器 发送了一次请求 那这个请求呢 肯定带来一些参数 比如说最起码 它是把出发地 目的地 还有出发时间给带上了 对不对 不然的话呢 它是不会返回这些数据的 那所以说 如果有一天 我们希望来获取 和这个地方一模一样的这些 关于撤票的数据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的 我们来可以发送一个 和点击这个地方浏览器 发送请求一模一样的一个请求 那么对应的呢 我们就能拿到一个 和浏览器拿到数据 一模一样的数据了 就这个样子的数据 那如果说假设 假设我点一下这个预定 这个按钮 就能够成功的购买一个 这样的一张车票 对不对 那也是一样的 我们浏览器到时候也只用 模仿一下 这次请求 就可以购买一个票了 发现了吗 那只不过呢 当前对1236来说的话呢 可能我们要做的事情 远远比刚刚所讲的 要复杂一些 那比如说最简单的 我们肯定是要先登录的 因为不登录的话呢 我们肯定是没有办法买票了 对不对 那登录的话呢 可能中间又会遇到 1236的额心能线这码 对不对 那比如说 他让我们识别一下 这个图片中 哪个是小多马林亚 对不对 可能很多图片 应该都不认识 包括我 对吧 都没有见过 然后呢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 我们可能 登录登录不成功 肯定是买不了这个票的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很多方法 对于能解决这个问题 那比如说呢 去识别1236的验证码 我们是可以识别的 只不过呢 我们现在 目前的技术呢 还解决不了 比如说 当我们学习完 继续学习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做这些事情 那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 另辟蹊径 什么意思呢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要跑一个网站上数据 就没有必要 专门去怼这个网站本身 比如说 买回头票这个事情 我们是没有必要 去请求1236的 我们可以 去请求一下 比如说1236 和某些网站 他们有合作 是吧 我们去从 它对应的合作网站上面 我们也是可以买个票的 它就没有必要去 输入那个验证码了 比如说呢 我记得没错的话呢 1236好像和这个网站 就有一个合作 叫做同城网 同城 这是一个 女的网站 它上面也是可以买 或者票的 直接买就可以了 登陆的话呢 也是登陆同城的账号 就可以了 然后是不需要 这边这些账号的 相当于也是没有 这个验证码的出现 所以大家后续呢 如果真的有一天 要爬对应的这个网站的时候呢 也是这个样子的 那比如说可能 有同学想 学完爬中之后呢 我要来爬一下微信 对吧 爬微信的什么呢 爬一下微信的这个 公共号号 对不对 那微信的公共号号呢 也是非常难爬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没有必要去直接 刚正面 我们可以选择 比如说微信呢 它和这个 搜狗微信是有合作的 搜狗有合作 搜狗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用爬下搜狗微信 这个网站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这是这个地址 微信.sogo.com 我们在这里面 比如输入传执播客 相关的内容 我们就可以搜索到 在微信上面 和传执播客相关的 所有的文章 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很多很多页 对吧 一共有207条结果 那么也是一样的 我们还可以搜索 和传执播客相关的 公共号 公共号也可以搜的 比如说之后呢 这也有很多很多地址 对不对 地址之后呢 我们点进去 这是关于这个 公共号 最近的一些文章 都会在这里呈现出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些都可以点的 所以我们要爬 公共号的某些数据的话呢 也是通过这个地方 能够非常容易地爬到 只不过有个问题 那只不过有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搜索微信呢 它只会显示最近的时照寻发 什么意思呢 那比如说最近时照是 这一个月的 那比如说今天才是 8号 7号 对不对 那可能上个月的 可能就没有了 对不对 那就是说 他想要获取上个月的话呢 或者我们想要获取上个月的话呢 可能就获取不了 但是从今天开始 比如说今天老板 交给我们一个任务 去爬微信 对不对 公共号的内容 那今天开始从今天到今天 之后的每一天的数据 我们都是可以拿到的 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说呢 我们很多时候 是没有必要直接去刚正面 那么给大家举1236这个例子 就是我来告诉大家 很多时候呢 我们浏览器 虽然我们看起来 好像是点了下一个按钮 但其实在真正的情况下呢 是发了一个请求 这个现象呢 在我们网上投票 这个例子里面也是有的 比如经常我们能够 在记得微信里面看到 我们的七大姑八大姨 让他们让我们给他的 小侄女小外甥去投票 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如果大家有点的话 有点过的话 应该大家都有点过 可能点了一次 就不想再点了 对吧 点进去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 当我们选中某个人之后 在拿到最下面 点击一下提交 或者投票的按钮的时候呢 当我们点一下那个按钮 它毫无疑问 肯定也是发送了一次请求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其实可以通过 某些方式 把这个请求 以及请求带的参数 给他找到 找到之后呢 我们在我们程序 通过我们的扒冲 去实现一下 对那一个功能 是不是就可以达到 一样的给别人 投票的目的啊 那如果说 我们把这段代码 放到一个well true下面 那会打来个 什么样的效果呢 打来个反复投票的效果 对不对 那只不过呢 当然原理是这个样子 可能实际现象呢 可能是要比这个 要更复杂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最起码别人会 判断出 我们之前是否有投过票 如果投过的话呢 可能一线只能投三票 你投了十票了 不能再投了 对不对 已经投了三票就不能再投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对吧 我们就要根据 对方是根据什么来判断 我们是否投过票 比如说 对方通过IP地址 来判断出 我们是否投过票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在程序里面 更换一下 我们的IP地址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如果说别人 在我们投票之前 还需要让我们什么 输入手机号码 输入身份证号 输入银行卡号 对不对 要绑定这些个人信息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就更麻烦一些 那当然也不是不可以 其实这些信息呢 我们都是可以在 淘宝上去买到的 对吧 比如说手机号 我银行卡号 我个人信息 都是可以买到的 后期呢 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呢 当然这个买呢 也不用大家自己花钱对不对 肯定是公司里面掏钱 来做这个事情 这两个例子呢 都差不多 都是我们点一个按钮 其实是发一个请求 我们程序呢 也是可以模拟这个请求 去达到对应的一个功能 那么最后还有这样一个例子 就是关于短信轰炸这个例子 短信轰炸这个例子呢 是我之前看到别人 写了一条 有条新闻 在个平台上面 看到一条新闻 这个新闻说就是 一个人向记者抱怨 就自己的手机号码了 被别人轰炸了 轰炸的并不是 买房买车这些信息 而是频繁的 不停的接触到了 非常多的验证码 短信 他的手机压根没有注册过 这些网站 但是有非常多的验证码 都过来了 到了手机上面 可能一分钟有几百条 导致他的手机的正常功能呢 都没慢慢使用了 对吧 这个时候他就很苦闹 所以说 就有记者呢 就写了一篇这样的新闻 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 我突然想到我们的爬冲 就可以做这个事情 说不定对方呢 实现这个短信轰炸的时候呢 就是通过我们的爬冲去写的 我们去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准备了几个网站 我们去看一下 这几个网站呢 是注册了一些网站 再打开一个 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当我们在这里 输入手机号的时候 当我们点一下注册这个按钮 它肯定也是一样的 会发送一个请求 对不对 那发送一个请求 会带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肯定它会往 对应的这个手机号里面 输入一个 发送一个短信 一个验证码的短信 对不对 那比如说 包括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在这里输入手机号 然后对应的这里 只多了一点一个验证码 在这个地方对不对 那输入验证码 当我们点击一下 获取验证码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它肯定也是一样 发送一个请求 对吧 那发送一个请求 对应的就会 往手机号上面的 发送条短信 我们只需要找 比如说找100个 这种网站就可以了 对吧 这种注册的网站 那注册网站从哪找呢 我们直接在百度里面 搜索一下注册 就可以搜到了 对不对 注册 然后就好多网站 注册页面就出来了 对吧 就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去找一些网站 然后对每个网站 我们写一个小程序 来模拟弹器 发送一个和该网站 一模样的请求 然后就能达到效果呢 就是 给别人手机号 发个短信 我们有一个网站 我们可以发一条 可能一分钟之内 只能发一条 对不对 一分钟之后呢 我们再重新的发一次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那比如说 我们准备一百个网站 那么一分钟之内 我们可以发一百条 对不对 一分钟之后呢 一码又可以接着 发新的短信了 对不对 那再去发一百条 我们写在一个well处下面 time sleep 60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然后呢 就可以达到一个 短信轰炸的一个效果 那当然了 大家还可以把这个网站 准备稍微更多一些 对不对 准备多了之后呢 这个效果肯定是更好的 更棒的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事情是可以做的 但只是大家做的时候呢 注意一下这个地方 大家看过这个电视对吧 Clean老祖 孙悟空说的 所以说大家可以 可以来尝试一下 但是这个事情 肯定是违法的 对不对 肯定是违法的 但是大家可以来 对自己的班主任 对自己的助教老师 来尝试一下 应该比较有意思 后续学到这个 后面内容之后呢 大家可以做这个事情 因为之前呢 也有同学来做过这个事情 是比较容易的 那包括违论码的识别呢 我们在后面也会讲 这是关于 爬虫的更多用途 那大家这个时候可以发现 其实我们在这里所说的 摩托浏览器 发送网络请求 这个地方 大家现在应该能理解 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浏览器发送个请求 能干件事情 那我们爬虫 我们的程序 也是一样的 只要照着这个浏览器 来发送一个一模一样的请求 肯定能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那只不过有的时候呢 这个是做起来比较难一些 有的时候呢 做起来比较简单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违论器能做的事情 原则上 爬虫都能做 以上呢 就是关于这个 爬虫的一个定义 爬虫的一个概念